這是個很有趣的冷知識 所以我覺得要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周英文一起讀 你都看得出來這什麼嗎 就是我們回收的那個 三個 arrow合在一起的一個 形成一個回圈的一個這個logo 那它事實上是在1970年就被設計出來 所以我們來讀一下一下這邊 In 1970 The Container Corporation of America organized a design competition to create a symbol for recycled paper 所以這邊有這麼一個組織 叫做Container Corporation of America 不知道他們幹嘛的 那總之他們organized一個設計的競賽 來創造出一個這個 一個 symbol 一個象徵 一個 logo 這樣子 來幹嘛呢 來代表回收的紙張 recycled paper 那這個人叫做Gary Anderson 他是一個23歲的 23 year old engineering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所以這個男家大的學生 OK 好 然後呢 他就把他的設計送進去了 submitted his design and won the contest 他贏了 那這個design呢 那描述了一下下 他有三個箭頭 形成了一個回圈 所以回圈就叫做loop OK So the design which consisted of 3 arrows forming a loop 所以arrow這個字就是 你知道箭頭 應該沒問題 那loop這個字剛說過 回圈 Forming a loop was inspired by Anderson's previous work on a graphic depicting the flow of water through the system 所以這本來是先前就有過的一個類似的設計 那他那個時候是在描繪水啊 流過一個系統這樣子 那只是現在把它改成紙 OK 所以呢 他贏了 那接下來他的logo呢 就進入了公共的領域中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固定用詞 叫做public domain domain這個字不是很好理解 像我們以前這個網際網路剛開始有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有一個詞叫網域 像例如說我們叫什麼什麼.com 什麼什麼.org 什麼什麼.gov.gov這樣子 OK 那還有些什麼 我都想不起來了 好 所以總之這個我們就會說這個叫做 這就是domain name 也就是說你屬於這個.com就是commerce 商業型的 .org就是組織類的 gov就是政府的這樣子 所以 domain就是算是一個領域一個場域的概念 那我們甚至會說啊你今天下到地獄裡去 你就進入了Satan的domain 也是有這樣的說法 進入了撒旦的場域這樣子 所以他的這個設計呢就進入了公共的domain裡面去了 所以這個public domain算是一個蠻固定看到的一個詞 OK 好 所以他的logo呢 was released into the public domain and has since become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ymbol for recycling 變成一個國際監督認可的 都能夠辨識出來的一個回收的象徵 那我們就來想一下他到底得到多少錢 你如果成為你動一個這個東西 結果全世界都用你的logo 你不是應該很賺嗎 好 So despite its widespread use 所以雖然說他廣泛的被使用 Anderson only received a price of around two thousand dollars for his winning design 所以他也就只有收到了兩千塊錢的這個獎金而已 Sucks to be you I guess 好 對 嗯 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這個或許這畢竟不是商業的東西 那總之 謝謝你了 Anderson先生 好 我們這個感謝你這麼厲害的 畫出一個這麼 這個可以帶永恆流傳下去的logo 好 所以今天這篇也是短短的 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